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ER 最近靈感匮乏 狀態不太佳 那就來延續雜談水一水吧 首先是8月24號王毅 丟出更多關於代號無限大的訊息 也確定了該遊戲就是這款二次元版的GTA 外加代言超級英雄的色彩 然後劇情融入的都市怪談元素 雖然很多人拿這款跟絕驅靈來比 但其實細看美術風格跟調色上並不是太相似 而且主要的玩法核心也並不相同 目前看起來更像是以元神 明朝 幻塔等這類遊戲作為競爭對象 而且從很多視覺表現上 這遊戲模仿了不少熟悉的熱門作品 包含像是在一些大招技能的運鏡處理跟節奏上 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但目前只從PB上實在很難看出全貌 很有可能它就只是把幾塊相停式地圖拼在一起 而其實每個玩法都是拆分開來的 像競速 戰鬥 然後串起來讓你覺得很厲害 但實際玩上去並沒有看上去這麼自由 外加網易目前主力都是社交 競技為主 像夢幻西遊 荒野行動 淡宅派對 帥土之兵 溺水寒 營養師等等 比較純粹的二遊 不是官府了 就是表現沒有這麼理想 而從今年公布的旗下產品儲備狀況 大方向還是繼續沿用原本的營運模式 如果按這個思路判斷 搞不好最後的成品會類似於金河之類 那假設網易真的是走在這種我全都要的模式 手機能不能順利運行還是會卡成PPT 也是個未知數 而且畫面那些擺盪跑酷的動作 如果在主機跟電腦上還好理解 放到手機上只要多一個維度的操作 就會有人跳出來叫苦連天啊 看看隔壁的思路德 優化四次的結果 就是封城後把自己優化到不見了 然後耗電發燙 以後要被罵優化爛 所以到時候還是要看網易是以哪個遊戲群體為主 而且也可能存在虛假宣傳 或者趁熱度的嫌疑 像之前騰訊的《王者榮耀世界》 當年的實際PPT 跟後來釋出的情報就完全不同 又或者兩年前網易的代號世界 跟風草一波後 後來也是不了了之了 聽說碟子之前那個白面牽象 也傳出難產邊緣啦 其他就不一一列舉啦 各種雷聲大雨點小 不是胎死腹中 就是成品低於預期 導致現在很多大廠的遊戲PP一放出來 會讓不少玩家第一時間是直接質疑再質疑 這又是過往不斷預知玩家的信任造成的反駛啦 當然不可否認的 網易本身是有技術力的 也跟很多知名IP合作過 不少遊戲也有打進國際市場 也不像騰訊那樣到處買買買 在MMO跟社交遊戲上 兩個人也是互有勝負 但也都存在著過度宣傳的毛病啊 就像近期的逆水潭手遊好了 本質就是一款回歸早期MMO的玩法再加點小遊戲 只要你玩過以前那些PC版的MMO 而不是從手遊MMO開始玩起 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真的很難去說那款到底有多創新 但他們又說什麼要讓MMO再次偉大 然後什麼取經各類遊戲 而PP當時長怎麼樣 結果玩到的又是怎麼樣 當然遊戲的好壞與否或者你是否喜歡 都是個人主觀的選擇 但一直去碰瓷別人跟虛假詐騙 就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啊 賴也賴不掉 就像有個網友常常吹噓自己什麼30公分或者居奶 結果現實是個牙籤或者平胸 這樣子你能接受嗎 而且網易最近又在那搞事 說自己的遊戲超越了誰誰誰 當然沒明說 但案子誰呢 懂得都懂啊 這種做法到底看了誰會喜歡啊 7月份的營收讓你出頭了一下 那請問其他月份 你家遊戲去哪了 還在你看上面其他廠商 每一次會跳出來說自己多厲害嗎 人可以不用過於謙虛 有好消息分享也無所謂 但真的不要用這種招黑的方式宣傳啊 我以下之前還偷了我的影片去當廣告素材用 這公司我是真的一點都喜歡不起來 反正聽說下個月就會內測了 到時候就可以看真實狀況了 再來是戰雙陸服推了一個新活動 這次是聯動一個日本IP 黑鹽射手 那這個IP有動漫也有遊戲 去年11月的時候也有推出一款手遊 但遊戲的整體表現太過於復古 我實在是吃不下去所以當時沒有介紹 目前營收表現也不太樂觀 不知道能不能順利撐過一周年就是了 接著貓之城跟空之校賽也準備要開台服了 這兩款遊戲之前我也講過了 感興趣的話可以再去回顧一下 那遊戲現在在陸服也是個涼涼狀態了 所以出海繞一波也是個經典操作了 至於能不能靠台灣活起來 這個…不如看看誰會代言吧 再來稍微聊那個AI魔道團吧 本來想說都不用提了 愛到素材搞AI打個廣告就算了 但可不可以稍微修整一下 你一看這張圖 大拇指合理嗎 還有角色帶頭紅的時候 那個頭髮是要怎麼鑽出來 然後還有這張圖 那個手到底是從哪裡伸出來的 這個結構明顯不對啊 再來這張 手指各種變形就算了 我們這個奇怪的人頭 不覺得很可怕嗎 拜託藥片也用心點吧 是在變相提高台灣人的防炸意識嗎 可別死太快啊 我還想看你們可以整什麼肋子出來 那最後來講講B站最近的熱子吧 就是原神熱度下滑這件事啊 而眾所周知啊 B站那個風向球變來變去的 回推兩年前到現在就知道 很多什麼活動啊劇情 都會被各種放大檢視 或在家同行發的黑稿等 現在回頭看都會覺得很魔幻 所以我一直以來對B站 都是保持著看戲的心態啊 或者本來你我就該對網路上的 任何情報訊息 保持著質疑觀望的態度 包括現在我講的任何東西 同樣問題你在外地上也會發現 不少也都是中國B站UP組搬運來討論的 但這個議題 其實在更早之前就有人討論過 在一堆遊戲產品上 也都是個正常現象 一開始你覺得遊戲興起好玩 後來發覺越玩越無聊 然後開始發表退坑宣言之類的 再來假設 你對某事物發表言論 肯定會同時招來志同道合 或者反對立場的人 剛好莫名可以觸動演算法 甚至引發從中效益 讓聲量越滾越大達成某個目的 而實際最終受益的 就是那個發影片的人 他順利的用聳動的標題 引起了爭議跟流量 或者會不會就是那些創作者 想靠這個遊戲吃飯 但發現自己創作的內容 不怎麼吸引人 或者被分流走了 於是開始用別的議題來炒作呢 有時候事情背後的動機跟目的 往往更值得令人推敲啊 而所謂的風評熱度 還是要看實際數據 不是盯著影片標題 跟著人云亦云 不過可惜的是 我們這些局外人 是很難知道實際數據就是了 那我們這邊唯一找到相關的數據化資料 可以看到這個總玩家人數 實際上是沒有明顯下滑趨勢的 以及這個Google趨勢分析 兩者的數據基本上吻合 並沒有出現所謂斷崖式下滑的狀況 但其中確實有衰退的部分 就是這個每日在線峰值 不過這太多層面可以討論啦 像是風潮過了 或者去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當時關了一群人 在家沒事找事做 也同樣帶動不少社交派對遊戲 跟風轉了一波 但現在人們開始回歸正軌 遊戲畢竟也不是個必需品嘛 就會開始流失掉 不是這類受眾的群體 看看當成那堆社交遊戲 不是也早就退燒了嗎 或者像更早之前的POKING BONG GO 一窩蜂抓寶的現象 也早就是過去式了 現在更流行 去山道當猴子啊 然後我通常會看的另一個指標 就是所謂的營收啦 但我之前也有講過了 這個只能當部分的參考指標 有些營運成本低 而且有主業在支撐 就算賺得不多 放著也無妨 更多是那些開副表現亮眼 後來開始面臨各種腰斬 而炒短線的就更不用說了 再來如果是從事商業相關行業 有在做季度去年比業績分析 肯定都會從數據去分析狀況 像是討論新品 客單 大宗訂單 活動 人流 天氣等影響 但不會只是隨便找一個路人 來問他理由跟感想 你看看這樣市政的分析報告交上去 主管會不會盯爆你 況且一款遊戲產品 從營收的各國占比 平台構成 個人喜好 經濟架構 再到核心模式 IP 社區經營 遊戲外的商業化項目等 這些都足夠寫一篇論文來探討了 有時候營收跟樂度 也不全是政相關 例如可以透過未來市 預測規劃的時候 你知道該如何投資 或預期收益最大的時候 還會選擇當下豪賭嗎 或者不課金就能玩得很舒服 是要怎麼逼迫人家買單 也尤其像我這種被騙過好幾次的 消費觀念早就完全改變了 又或者像是Candy Quash 你覺得他算是沒熱度還是有熱度 我每次在做遊戲相關資料的時候 或者刷一些社群平台 他很少主動竄出來過 而你用他跟原神比 熱度趨勢變化好了 相比之下 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嘛 卻可以穩居世界排名前十 那如果你好奇後面有一段熱度下滑 4月那陣子 剛好有某款遊戲跑出來吸熱了 也許不是唯一家愛者 但肯定是幫兇了 而或許某些群體 只在意左手賺的歸左手 右手賺的歸右手 但以資方而言 都是進自己口袋 也不會有任何一間公司 只靠單一產品來賺錢的 騰訊在任何遊戲中 像王者上賺了很多錢 但他實際靠代理 投資 廣告 渠道上賺得更多 就像我覺得很多遊戲 一看就覺得很糟糕 根本不該會賺錢 去看巴哈戶的PTT等社群 好像不少人在反推 乍看之下應該沒什麼正向熱度吧 但實際營收就是很好 那些廣告商比你我更懂得付費用戶的需求在哪裡 也只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能讓客廠們心甘情願的掏錢 如果玩家可以這麼容易從這些營收數據 貴賤一間廠商完整的商業結構跟布局 那人人都是分析師跟股神的 賺錢都來不及了 還有時間在留言區嘴炮 某某遊戲是不是要涼了 不過這奇怪的PEP心態 目前只有在B站上比較嚴重 至少我頻道的營收月報 大多數人只是關心自己玩的遊戲狀況好不好 或者就是來關心那些韭菜遊戲什麼時候要倒 而從以玩家的角度來看 要一款遊戲產品玩個好幾年都不膩 我是不知道螢幕前的你辦不辦得到 但至少我覺得很難 不少遊戲當時覺得很好玩 每天花N小時玩都不會膩 但現在要我回頭去玩機場 就是興趣缺缺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好與不好的部分 能不能代表大眾指標 這是個Big Question 而即便一款遊戲的熱度冷卻 玩家放下手上的遊戲 也不代表其他廠商推出的產品 就有機會啊 娛樂本來就是迭代更新的 總會有更新更酷的東西 吸引你的眼光跟錢包 小心保護好向前走即可 至於什麼輿論風向 看看就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B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請問我 這次給我來的說明 那先稍後 我先找你 我先找你 有的 我先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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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先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